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高手的一种策略 就是战略性的攻击 但是我在这里其实并没有说哪种方式是绝对对的或者绝对错的 或者是哪种方式更高明 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只是想说就是我们在遇到不同的场合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我们的目标 然后再选择适合的一种达成目标的一种方式 可能相对的层面上来说 他们之间有一些好掌握 有一些可能更高端一些 可能不好掌握 不好控制 但是绝对没有高下之分 所有的进攻的方式 全部是根据我们的特定的场合来决定的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局面 看看大家会如何选择 好 这盘棋是板田荣南先生之黑 他的对手也是大名鼎鼎的滕泽秀行老师 我们看现在这个局面是进入到了一个中后盘的一个阶段 黑棋是在左边有一片不菲的石地 同时在右边 棋盘的右边也是有两块 一个角和一个边的两块棋 那对白棋来讲 它的主要的阵地是在棋盘的上方 对 所以这个局面目前的双方实地对比来说是蛮接近的 应该是 只是局面来说应该是实控上差不多 我们再来看看 黑棋有没有对白棋的一个进攻的目标 我们其实很简单 这个攻击的目标其实就是找他的不活的地方在哪 我们来看其实下面白棋这块棋 这块肯定是活棋了 就这块棋稍微有一点不安定的因素 但是由于黑棋自身也并不强 同时就是黑棋这个地方 这三个子也不是特别的坚固 比如说白棋这个地方可以坚 比如说坚了之后 如果黑棋想弓只能长 那么白棋可以通过比如说他最俗的 就顶了扳了压过来 就可以顺利的联络 所以说白棋这块棋呢 下面当然还有一个跳过的手段 所以说这块棋也不是我们进攻的目标 好了 那我们现在很明确就是黑棋下一步要对白棋这个发起进攻的目标啊 就是左边的这一对白子 对这个是我们需要打击的一个对象 实时这个军事打击的一个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面对当前的局面该如何进攻呢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进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看其实要公白棋的话 黑棋就棋型上来说 有一部棋是非常想下的一个要点 就是这个 对 这部棋在局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点 这个点也非常的好 也是白棋比较害怕的一个一部棋 但是我们知道啊 就是说弹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忽视全局 我们不可以只盯着局部来看 那这招棋当然对白棋的威慑力蛮强的 但是我们看黑棋自身 刚才说黑棋自身这块呢 其实也并不完整 也并不厚 如果走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板田老师教我们 如果走这儿 黑棋点在这儿 他并不担心白棋从这个方向逃跑 因为从这逃跑的话呢 黑棋可以从这出来 继续将白棋这两块棋分段 这是一个很好的步调 他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的是白棋就干脆脱先了 直接从这个地方冲击黑棋 那这个时候有一步好棋 就是有一个这个当前局面下的棋型的要点 就是很不容易发现的一手啊 就是团在这儿 对这步棋 这个是一个 大智若鱼啊 可以说是来形容它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步 这是一步好棋 团这个呢是一个棋型的要点 黑棋毫无疑问只有退 只有联络 因为这个无论你再怎么着怎么过 这被吃了太大了 这几个字太实惠了 所以这只有跑 跑的时候呢白棋靠 这是必然的啊 白棋顶 黑棋挡 对白棋看上去出了这么几招俗手之后啊 关键是这一段太厉害了 这个把黑棋断掉之后 我们刚才说白棋这块棋看上去也没怎么安定的 现在全部当做这个后方部队 这全都是白棋的这个后势 当后势用了 这样黑棋肯定是受不了的 而不仅如此 这个断点也很讨厌 对 所以说呢 黑棋可能就被迫只好去下出这种俗手 比如说就顶一个 这肯定是个大俗手啊 顶一个白棋就算结上吧 这样把这个里面的点就给 味道给卖掉了 但是黑棋没有办法 要不然被白棋断了 顶完了之后呢 从这打出来 还是这块棋不能死啊 贴 白棋把头护过来 我们看这样的作战呢 这个黑棋显然是陷入了被动 而刚才的这个点在这的这步棋呢 显然脱离了主战场 这步棋就显得很无聊了 所以说这个局面下 我们看啊 不仅要看局部 还要看全局 在当前的局面下 这步点呢 看上去是一个棋型的要点 但实际上 这叫脱离主战场 实际上这叫 我们围棋实觉里面有一句话叫 攻比雇我 就是我们在考虑进攻的时候呢 同时要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缺陷 这才是高手的一种境界 也就是说 其实高手在他下棋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发现 他们之间 攻守之间会经常互相的转换 角色互换 一会你当警察 一会我当警察 这个 说不清 所以说呢 他往往都是攻中带手 手中带攻 其实往往都是攻守 攻防是一体的 简单的说 攻击是为了暂时的 获取的这个 比如说他 这个怎么讲呢 他是一个当下的一个目标 但是他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 或者不是一个究竟的目标 那防守也是一样的 防守也是根据当前的局面下的一种策略 他也不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终极的目标 就是说他们之间啊 就高手就是攻防总在互相转换 还有我们看这盘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好 我们继续来看啊 实战版天先生给我们答案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地方呢 显然是有弱点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地方黑棋是存在缺陷的 白棋这个笨团是一个手筋 那黑棋要防白这个手筋呢 当然他不是笨吃 这个就太笨了 这个打吃一下就太俗了 把很多味道都卖进了 而且木树也亏 他不是走这个 他是走在哪呢 所以这个 飞在这 这步棋 大家仔细品味一下啊 可能有些同学就会问了 不对啊 你刚才分析的时候 你不是说这块棋 不是被攻击的目标吗 这显然是误导我们啊 这实战版天先生 为什么会飞在这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攻防往往是一体的 他这步棋呢 就是一个手中带弓 弓中带手 这么一 这么一步棋 可以说是 一箭双雕的一步好棋啊 或者说我们用这个围棋的里面 常用的一句 这个术语叫做一石三鸟 他这步棋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我们刚才说了 他防止自己被切断 因为你这个时候再来团 那这个就太笨了 因为黑棋有了这个飞之后啊 你再团人就要贴过来了 黑棋可以贴过来 贴过来就把白棋这个子 严重的撞伤 那你这个子显然就没用 你在靠段没有任何力量 他就搬过来之后 这个这个断点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 这个飞首先 是牢牢的把自身联络 问题解决了 其次 他要干嘛呢 他下一步棋这个压过来 简直是有千军之力 这个太厉害 这步棋太厉害了 所以说呢 他下一步 他实际上是在 直接的语言来说 他是在瞄着白棋这块 他是在跟白棋这个 右边的这块棋啊 在扳手腕 但大家想想 这是他真实的目的吗 比如说他真要攻白棋的话 白棋跳一个 那要是您这个局面 会下在哪呢 如果攻白棋的话 那就应该跳或者飞 对不对 但是这个错了 这个不是板田先生的本意 如果我飞的时候 你在这防守 比如说白棋在这跳 那么黑棋的下一手 是走在这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进攻的要点 现在黑棋再来走 这个力道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时候白棋实际上 是连不上的 因为你如果走这个 跳出来的时候 黑棋在顺势靠断 这两步交换之后 已经严重的破坏了 白棋的起形和眼位 这个时候在白棋 在黑棋再靠出来之后 叫做缠绕进攻 左右两边缠绕进攻 但是你说 我可不可以走在这呢 走在这肯定是不行的 黑棋可以靠断 靠了一连斑 这样白棋是 没有办法联络的 对 所以说呢 这个黑棋的这步棋 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 第一个联络 第二个给白棋施压 第三个 其实它是 描着白棋这块棋的 这个是它真实的意图 如果你跟着它硬 那就上当了 你这就是 它的这个獠牙就露出来了 这个狐狸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腾泽秀行先生呢 他看到了板田先生的用意 他补在这 补一个方 黑棋并 这个是先手 白棋肩 交换之后 黑棋的下一手 这贴过来太舒服 我们刚才说 这有这个千军之力 这一贴 贴的白棋这个棋形 是难受之极 因为你如果简单的 跟着斑 比如或者是这样联络 这个大家可以看 这是个 完全是个单观 而黑棋这个贴呢 就是不断的夹后自己 挤压白棋 你如果只能接在这的话呢 这个白棋 这整块还没有活进 它就最笨的一次 大家看啊 这都没眼 你只好接上 它把这个底下 这个后路给你一段 这两块棋 还是连不上 接下来就是 亡命天涯呀 苦不堪言啊 就是白棋实战呢 他没走这 不过也差不太多 他呢 必须要防守 要不让黑棋 尖出来的话 白棋就被分断了 他实战是跳在这 这个也是一个 很奇怪的起形 大家看 本来是跳在这呢 我们说白棋 这个起形还是不错的 结果被黑棋 这个冲了冲进去 就像把利刃一样的 把这个白棋 冲进白棋的 扎进白棋的心脏啊 太难受了 白棋虎 黑棋点 白棋接上 这个时候黑棋拐 堂堂正正的拐下来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地方白棋 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 白棋这个眼位 眼形是齐缺 而且同时 你这还是连不上 你要是飞的话 这黑棋简单的靠断 简单的靠断 就可以了 这是白棋最痛苦的地方 他这两块棋始终是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两兄弟啊 没有办法会合 所以他只好分头的处理 白棋实际挤这个 黑棋接住 白棋呢 选择了一个非常 其实很奇怪的下法 拱 然后挤 黑棋大师 白棋接上 黑棋接上 然后白棋呢 就老老实实的 把黑棋这个籽吃掉 这个很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但是没有办法 只好这样 只好这样 然后黑棋呢 顺势把这个跳出来 这个时候实战白棋 继续补 因为还是跟刚才 同样道理 这个地方如果被黑棋走一个 不是他走什么 他就算冲一个 这个局部来说 白棋都没活 还非常的苦 你还可能去底下这样拱 就把黑棋 刚才我们说这个薄棋 弱点全部 都 就是自然的防住了 所以实战白棋呢 他是走了一个这个 加在这 他就是 这个意图也很明确 就先把自己一块棋 先活了再说 闭着眼睛 这边再说了 交给挡了 这边我们先 先管不了那么多了 实战黑棋再飞过来 对 下到这儿 我们再来看 黑棋通过实战 通过这个飞 看似防守的一步棋 然后不断的 在给白棋这块棋施压 最终实现了一个什么目标呢 就是一个总包围 通过这个飞 我们看飞 然后黑棋自然的 走得了这个贴 走得了这个跳 这个点 其实每多一个字 对白棋都是压力 同时 争得了一个先手 最后给白棋 一个致命的打击 飞在这儿 我们看白棋这块棋的眼位 是明显不足的 面临着一个 极其危险的这么一个 处境 所以下到这儿 其实可以说 这盘棋也就精华一进了 这个白棋 很难再有机会翻盘了 黑棋现在优势是非常的大 对 不仅如此 这个情况将来还有一些 局部来说 还有一些味道 所以说这盘棋实际上是板田先生 在给我们诠释一个攻守的节奏 在演绎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手中带攻 同时叫做缠绕进攻 给白棋这块棋施压 瞄着这块棋 最终实现了一个战略性的目标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盘棋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